在魔术盛行的维多利亚时代 无数人为学到其中精髓而疯狂 他们享受着社会给予的最高荣誉 运用各种特殊手段 使人们相信所掌握的超自然技法 或者说相信他们既是大魔法师 这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 悬疑惊悚电影《致命魔术》 魔术是一种以观众为核心 通过制造奇妙让人琢磨不透的艺术表演 抓住人们好奇求知心理的特点 从而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 想要达到这种境界需要三个步骤 第一波虚择实质 给观众看一样现实存在的东西 如一副牌一只鸟 第二波偷天换日 魔术师会让这样东西瞬间消失 或者改变它的位置 但不会让观众看出其中门道 第三波惊天动地 同为魔术表演中的高潮部分 就是把消失的东西变回来或复原 三个步骤缺一不可 唯有如此才配得上一场完美表演 19世纪末 魔术表演开始风靡伦敦 两位极有天赋的年轻魔术师 宛如新兴般在这个时期迅速崛起 吉尔绰号金刚狼 出身贵族 魔术手段华丽丰富 知道如何在舞台上将完美展现给观众 博登绰号蝙蝠侠 痴迷魔术已达到迷失心智的地步 不修蝙蝠与极具创造力 成为魔术界中另类的存在 这天吉尔照常进行着演出 并将自创魔术 斗转星移作为结束表演 说白了就是用交流电混淆观众视听 本体再从另一个地方出现 却不料图中出现意外 舞台下方本该放垫子的地方 不知何时被换成了水箱 吉尔被催逆亡 而偷尸的博登恰巧又在这里 于是便被当成嫌疑人抓进了警局 面对吉尔道具师卡特的控诉 博登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毕竟想要查出真相 就需要卡特透露出魔术的秘密 这无疑是在砸自家饭碗 最终通过法官调解 法院决定私下看完揭秘再做判断 正所谓人红是非多 博登前脚刚踏进监狱 后脚就由委托律师找上门来 表示想要购买他的毕生所学 其中就包括博登的压轴魔术 瞬间移动 原理上与斗转星移差不多 博登听完自然不能同意 久不想律师居然用他的女儿做妖邪 为了让博登吃下安心丸 律师还将吉尔生前的笔记送给了他 相信看过之后一定满意这笔交易 笔记记录的都是魔术谜语 博登一边破译一边陷入了回忆 那是他与吉尔争锋的时日 两人原本师出同门 一直以托儿的身份跟随魔术团表演 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水下脱困 表演者会被绑上手脚 然后掉进水中完成逃生表演 记住 为了保证表演者安全 用的都是活扣计成法 但博登却对此极为反感 没有创新 乏味无趣 丝毫无法展现魔术的真正魅力 为了完成内心的疯狂想法 他大着胆子争得表演者同意 将活扣计成了蓝世杰 结果不可避免的发生了意外 更为不幸的是 此剧表演者正是吉尔的妻子 葬礼上 吉尔质问博登 到底记了什么扣 可对方的回答却有些莫名其妙 两人至此恩断一绝 你去你的歌坛室 我去我的X学院 接下来的几年里 两人各自建立了门户 将在擅长领域取得不小成就 博登发明了空手接子弹的戏法 原理也很简单 只需在表演前 用推杆套出子弹就能万无一时 唯一隐患就是 害怕顾客自己带着子弹 正所谓内行看门道 外行看热闹 没过多久 吉尔就给他送了份大礼 一身伪装的吉尔成功成为受邀观众 看着无比熟悉的面孔 博登被吓得心都在打颤 演出结果就是自己丢了两根手指 两人的恩怨进一步加深 趁着博登养伤的这段时间 吉尔也改进了原有魔术 不再以杀生完成表演 找来师傅卡特和新助手寡解 通过改造机关实现了资源在利用 可就在事业蒸蒸日上之际 博登报复来了 这天 吉尔照常进行表演 在了刚一开始就遭遇博登拆台 把演出搞砸不说 还夹伤了一位顾客的手掌 吉尔被气得怒火冲烧 却也只能默默忍受 两人都经历了失败 急需想出一个新节目挽回声誉 为了寻找灵感 他们前后脚来到科技展览会 一台交流电设备在展台上滋滋作响 绚丽程度堪称屌炸天 吉尔看了半天毫无收获 反观博登第二天就发明出新魔术 一个让所有魔术师都叹服的把戏 瞬间移动 博登从一扇空门进入 仅用一秒钟便从另一扇门出现 是跑得快还是用得替身 在彻底弄清魔术之前 吉尔只能选择效仿表演 团队找了一个和他长相相像的落魄演员 接着又对舞台道具进行改造包装 主门下面有个机关放着垫子 吉尔跳下去瞬间 再由演员从另一边跳上来 初次演出便大获成功 然而在听到震耳的欢呼声时 台下的吉尔不淡定了 因为这本该属于他的欢呼掌声 如今却成就了那个该死演员 一想到这里他就气不打一处来 自生心魔只会愈发沉沦 未找出博登魔术的真正秘密 吉尔不惜丢下脸面 让寡姐去给对方当助手 而且让其收下寡姐的方式也很简单 将真相直接挑明 我就是来偷魔术的 没有人能拒绝22岁时的寡姐 博登同意了也萎靡了 吉尔这边好不容易步入正轨 怎料演员又耍起了大牌 对方好似吃定吉尔不能没有自己 开始吉尔连三的拖延表演 绝不知一切都是博登搞的鬼 不仅如此 这小子还与演员暗装勾结 导致吉尔演出时意外摔断了腿 他则趁机穿越到舞台上 把演员调起来狠狠羞辱了吉尔一番 事后丢人丢大了的吉尔 一个劲怒喷寡姐 让你去当卧底 不是给我找麻烦 寡姐不想和他争论 直接扔出一本博登的笔记 虽然上面写的都是谜语 但并不妨碍 吉尔已经想到办法 第二天晚上 趁着博登演出的时候 吉尔携手卡特绑走了他的道具师 并威胁博登 成功得到破译的关键字 特斯拉 就是那个发明出交流电的物理学家 吉尔喜出望外 他想起此前的科技展 误认为那台设备就是破解魔术的关键 随即收拾好行李来到美国 在与郑主见面之后 又花大价钱请求特斯拉 为自己制造一台同样能穿越的机器 碍于经费问题 特斯拉同意了 不过实验过程非常不理想 电闪雷鸣过后 李茂仍留在原地 吉尔以为没能成功 只能先回酒店继续等待 无聊时 他翻看起了日记 直到看到最后一页 整个人都傻了 原来自己又被伯登骗了 日记其实是对方故意让寡姐送来的 因为卧底过程中 伯登与寡姐擦出了火苗 再加上吉尔一直不争气 寡姐索性直接背叛了他 而且伯登的魔术也与特斯拉无关 世上哪有什么穿越机器 无非就是把他骗到美国 安心赚钱罢了 被骗的吉尔非常气愤 随即冲进场子 就要与特斯拉算账 就在这时 对方又进行了一次实验 将礼帽换成活猫 竖刀电流划过 猫民依旧没有变化 吉尔以为对方是故意让自己难堪 有些失望的走出了实验室 吉尔懵了 想不通到底发生了什么 原来 特斯拉确实没能发明出穿越机器 但阴差阳错的制造出了一台克隆级 这些无法解释的问题 只能用科学的魅力来形容了 伦敦这边 伯登与寡姐的秘密 终究还是被他的老婆发现 两人一番争执无果 老婆最终选择吊死在了道具室 因伯登时而关心 时而冷漠的态度 没过多久 寡姐也离开了他 就在伯登觉得人生失去失望之际 吉尔带着机器回来了 并在首场表演上就征服了所有人 因为他所展现的移动距离 根本无法用科学去解释 这下轮到伯登困惑了 猜测问题一定出在机器上 通过连日来的暗中调查 伯登发现吉尔每晚演出结束 都会偷偷运走一个大水箱 且专门请的盲人老公 诡异行为无一挑起伯登的好奇心 于是他在一天夜里潜入后台 接着便发生了影片开头一幕 吉尔死了 确切点说是他的克隆人死了 当然这一切伯登是不知道的 法院判决他将被执行绞刑 伯登自知时日无多 向律师诉求 希望能见一见背后的金主 等见到金主后 伯登如同雷劈 因为此人正是应该死去的吉尔 吉尔赢了 如愿成为世界第一魔术师 他之所以想买下伯登的魔术 也只是顺便羞辱对方一番 可他真的成功了吗 回到伯爵府 看着死而复生的吉尔 卡特同样被震惊了 得知所有真相后 卡特对他失望至极 一个本该极具创新的魔术表演 却硬生生变成一场杀人游戏 即便死去的都是克隆人 可这等做法终究有被人伦 相信这次离别之后 两人之间也不会再有交集 与此同时 道具师与伯登做了最后告别 神神叨叨的对话中 也只有两人能听懂其中含义 伯登被执行绞刑的时候 他没来 而是来到吉尔的道具仓库 随着道具师露出真面目 吉尔彻彻底底的懵逼了 伯登怎么可能还活着 原来伯登和道具师是一对孪生兄弟 两人一直共用一个身份 甚至为了之前的表演需要 道具师也砍掉了两根手指 而所谓的瞬间移动魔术 实际上同为他们一起现身表演的 两人时常轮换身份 根本没人能分辨出他们 这也就对应了当初吉尔质问伯登时 伯登回答不知道的原因 毕竟神是伯登记得关我道具师什么事 但对待女人的感情 却成了两人之间最大的阻碍 伯登深爱妻子 道具师则爱着寡姐 爱与被爱或者爱的是谁 成为困惑两个女人的终极难题 因为伯登实在太善变了 最终导致悲剧发生 至于充当蒙古人的卡特 显然是知道这个秘密的 毕竟成为一个真正魔术师的代价 就是愿意牺牲哪怕是一辈子 但他也没有想到两个徒弟中 吉尔最后竟变得如此泯灭人性 所以只能默许道具师清理门户 致命魔术生于2006年 由著名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指导 修杰克曼·克里斯蒂安·贝尔等 一众影视大咖共同出演 影片整体充斥着一种牛掰看 通过不停反转的主线思路 把观众慢慢带入一场骗局 结果当真正陷入骗局时 才发现这只是导演想让你看到的 直接将整部电影拍成了一场魔术 留作在科学与奇幻边缘 精彩至极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